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在这个建设室上 现在这屋正在建设室 这个是8个unit的townhouse 位置在Richmond 差不多发售了 它也差不多建设好 所以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它的外形 以及可以介绍一个show room 其实这个尺寸大约是1300尺至1800尺 又有8间 现在看着这一间 其实是最贵的一间 因为它里面下底会有一个出租单位 而它外面也有个parking 可以给客人用 所以它这个单位是三个车位 然后大家看到这两间和三间的 我站在这里 其实就是一样积的 这一间都是差不多积极 但没有了下底的powder room 所以我现在可以带大家 去看一看这个show room 看看它的finishing 我们首先说了车房 因为它的车房现在做了show room 这块地是做了epoxy 到时可能是没有 是一个普通石屎地 你看到它这个是一个 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其实所有unit 除了一间 即是七间都有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只有里面最corner的那间是tandem 你会看到它的size 其实这边就很长很阔 一辆车大车就够了 但是这里因为它有一个storage 在这里 mechanical room 叫做 有一个on demand的hot water tank 在这里 所以它就有个车出来 你看到这个位置 其实可能你只可以买一辆小小的 可能是smart car 或者总之是短一点的车 才可以拍到进来 如果你说有两辆SUV 这个位置就是拍不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它的floor plan 这个单位是一个三层 差不多1435尺 四间房的townhouse 现在我进来这里 其实后面就是front door 这里就是个garage 平时你拍完车就会在这里回家 然后一进来 其实就是living area 这个形状就不是那些长条形 它是走阔一点的 它就有了厨房 电视厅 和一个official dining area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它这个位置就是看电视 然后旁边就有个大窗 看着它的backyard 这里的unit 全部都有大backyard 这个backyard 差不多有500尺 如果你有个小家庭 它在这里 或者你有养宠物 在这里有个私人花园 其实它的size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想要更大的 更大的backyard 其实旁边的单位8号 就更加大 所以这个位置看电视 其实都可以 它就有个dining area 它现在摆了一个四人的圆桌 这个位置 这里就会是出了去的backyard 有个sliding door 如果出了backyard 就是在这里出去 它就有几级楼梯 这个位置可以放一些 就是barbecue炉 有些椅子可以让你坐在这里 然后这个整个open concept的kitchen 其实它的layout 令我想起一个盘 应该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些片 就会知道以前有一个另外的发展 所以是steveson 有一个楼盘 即是它的layout就是这样 不过这个更好 因为这个是一个duplex style 即是每个unit都有corner 所以这个是更加好的 你会看到 首先它在这里 有一个很大的pantry 你看到 那些要单椅子高一点 但是这些摆东西就很够位 很阔落的 然后它有这个五头的gas楼 它的applices就是bosch 这个是一个30寸 所以一个family with 有几个小孩 要煮很多东西都很够的 然后就有这个抽味线 然后有一个oven在下面 它的counter top 旁边的size都可以 然后它也有些组合柜 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有这个 它这个有一个pot filler 即是可以在这里加水 即是如果你要煮汤 或者做些什么很重 你就不用在一个星盘搬过来 即是很多水 就在这里加就可以 这个feature 其实不是很多地方有 我看到之后 可能有比较high end的townhouse 或者是condo 或者是house scene 它加上这个 是好的方便煮饭 然后它也有这个smart fridge 每一个设计都会有 你会看到它 其实它的smart意思 第一它可以看到里面 看到里面的fridge的情况 而且它可以联系 跟internet 又可以做一个white board 等等 你可以做很多智能的东西 是的 它的size也是非常好的 其实 因为两边 一个freezer 一个fridge 都很深的 所以有很多格 一个family 就很够用了 然后这边 就会是一个大的counter 然后跟一个single sink 在里面 就洗碗 切东西 煮东西 即是准备的菜 就会看着这个大玻璃 很漂亮 很舒服 可以在这里做 它这边也有 microwave 有个dishwasher 也在这边 那便方便洗碗 之后另外一边 其实还有位置 可以给你摆bar chairs 即是如果snack time 就可以在这里吃 所以整个main floor 其实它的size 不是说超大 但是感觉很close 一个family 就很close together 然后这一层 是living area 它也有这个powder room 就有一个小小的powder room 然后小小的sing 所以五六七都有这个 8号就是没有这个powder room 就要上楼上去洗手间 现在带大家上去二楼 二楼就有三间房 两个洗手间 可以看一下它们的size 我们上到这一层 你看到楼梯开始 就会是carpet 但是如果你是喜欢一个木地板 你可以upgrade 因为楼下那里 就是用了engineering hardwood floor 即是好一点的材料 上面如果你不想打理 都可以做一个upgrade 然后其实大家看到 那个ceiling height 除了它有drop ceiling for aircon 其实它也是9尺的楼底 所以它是有冷暖气包裹了 我们可以首先看第一间房 因为这一层有三间房 你会看到第一 你会留意到它的大窗 其实是去到差不多最顶的了 所以它采光度 就完全一定是没有问题 如果大家现在听到一些声音 是在外面做construction 然后这边就看它的complex 那里 你会看到它放了一张 其实是double bag 两边还有位置 然后呢 对面这里就是那个closet 它已经包了一些柜柜 你就不用再自己装修 有些可以摺摺 有些可以掛衣 另外那一间房 就是这边 它也是用了一个大窗的设计 我感觉这个房是更大的 再横一点 不过它就用了一个single bag 那就是你真的要最大的那只 king size bag 也是足够的 然后呢 对面呢 就是同样的closet 所以两间房是差不多 不过只是这间房 再大一点 对了 有九尺楼底 就是感觉有些空间 然后这两间房 就会分享了这个bottom 进入到这个sharing bathroom 是single sink 它有些柜柜下摆 都是standard的 然后呢 就一个shower 就是小到小就一进去洗澡 它就只有一个faucet 但你看到它那些handle 就用黑色 就是感觉上比较stallish 然后去到这一间 这间房其实是有套房的 但它不是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在楼上 它那个ensuite 其实格式和刚才2nd bathroom 那一样 不过呢 它就用了bottom 所以如果这些小孩子 想浸浴 就要来这个浸浴 它也有窗的 不是黑刺 那你会看到这间房的size 和刚才第一间看的那间房 size差不多 就看着它这边 即是对面那些屋 它那个closet 就会是小一点的 这里 即是它给了 送了个套匙给你看 那个衣柜就小一点 只是一个架去挂衣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可以上去最高那层的master bedroom 那上去master bedroom 那上去master bedroom 就留意到 这里真的很高的 这个楼子 所以你上来 一点压迫感都没有 是很宽敞 它又有掛灯的位置 你可以自己 你自己喜欢掛什么灯 就去配合自己的 taste 那就很漂亮 这个整个感觉 就很grand 也有个窗 所以也不怕它很暗 这里 然后上到来 第一件事 就会在这里 入房前就是 一个washer and dryer 就会在这一层 是stack的 可能它的想法 就是方便父母洗衣 因为小孩子 都应该暂时不做laundry 所以就方便父母洗衣 我们进房前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high ceiling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就算出房 整个感觉很高的 这里没有压迫感 这一间master bedroom 其实它有少少是斜了少少 斜了在上面 所以这里更加high ceiling 有个吊灯在中间 它这个是一个king size bed 你要看到 左右 连前面的空间 是很足够的 即使你多加个装置 在这里放衣 或者梳妆桌 完全够位的 它亦都是采用了一个大窗 sliding door 你可以出去 因为呢 其实这里是一个balcony 来的 它就看回到complex 里面 这边看到number two row 所以这个位 可能是给女夫妻 如果天气很好时 站出来 去享受一下 那个evening time 但是对面也不太多阻挡 然后呢 它的walking closet 就会在这边 在床旁边这里 这个size来说 其实如果两夫妻 我要全体用 我想都差一点 所以可能真的要 好像我刚才所说 在床前面 加多一组柜 去摆衣 然后呢 这边呢 其实已经很好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 可以把床 直接对着厕所的opening 它这里 放在旁边的门口 这样就好一点 进来呢 就会有个double sink 因为这个是master bedroom 你看到它 counter top 的size都可以 亦都有一些贵 可以让你摆很多东西 然后这个 就会用了一个shower的设计 然后也不是黑池的 所以都是整间屋 只有一个baptop 如果浸浴 就要下去了 那我现在呢 已经是 go through the unit 7 整个值给大家看 那一会儿 可以再和大家 讲一下它的 estimated price 和什么时候 开始可以买 看完这间屋 有多些资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 其中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地点 因为它现在 是number two road 夹maple road 那里 即是比较南边 它的校区 是一间 叫rating 最 top 的public school 叫jesi walk 我想应该大家都听过 然后它的中学 就是steveson london 这个校区 很多人都会很喜欢 因为它的 rating 还有它这边 即是叫西边的richmond 即是比较安静 如果飞机声 是比较少的 亦都有很多人追捧 所以它现在 在这个地点 其实如果它只有八间 都应该很快 买得完 价钱的一个售价 大约预计 它是140万至180万 这条片 你一见到 其实已经有资料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立即联络我 WhatsApp 或者call我 都可以 我可以立即给更多资料 亦都是 如果你看到这条片 它应该开门 现在我拍摄 它就未开门 所以 如果大家看到这条片 有兴趣 立即找我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就按个like share 出去给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 就是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铃铛 将来看到我的片 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 下次见 拜拜